给杜箭花修剪是每年春季必备的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给杜箭花修剪也是非常适合的 尤其是长出来的这些枝条变成木枝化 因为当这个枝条木枝化之后 就更加容易长一些分枝出来 如果新长出来的枝条还没有木枝化 那么我们就不要急着修剪 那么给杜箭花修剪的话 一般分为两步 第一步就是给它做一个整形性的修剪 把过长的全部给它剪掉 剪成一个更严润饱满的形状 第二步就是把里面的这些小测枝给它修剪掉 不要给它长得过多 因为这些枝条没有光合作用 消耗养分过多又不能正常开花 修剪完成之后要适当的给它补点肥 因为是它的生长期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给它使用一点速效复合肥 这样的话效果更快 而且也不容易担心肥害烧根 直接在花盆上面撒上一点就可以了 坚持薄肥兼湿 大概两个月给它使用一次 同时大家也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浇水不要给它积水 要定期给它浇水 要保证这个土壤有点湿润 不能积水避免烂根 第二个就是阳光不能太晒 把它放到半年的地方来养护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下期见